他说假设这个ABC是三角形的三边场 而且ABC满足这个方程式 那么他问这个X范围 这怎么做?我们给他配方 这A平方跟6A给他配方 就A-3平方 这里有加9 等号的右边加9 这有多少钱? 加上V给他配方 V-7的平方 这里加个49 所以我这边也要加个49 再来 这个都配过了 再来是这个 这三项 这三项合并起来就是 X-C的平方 再加58 那58 移过去 这-58 这刚好是等于0 让我们知道 这三项大于等于0 加起来既然等于0 代表个别等于0 也就是说 A-3等于0 就A等于3 0-7等于0 所以是V等于7 那X-C等于0 所以X等于C 那现在他说 第一小题 问第一小题 X的范围 那X是C 那第三边的话 它是小于两边之和 那第三边大于两边之差 也就是说 C 它是小于多少? 两边之和是加起来的 大于两边之差 1-4 像C的X 所以就是X 也就是X的范围 是介于4跟10之间 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他问这个 根号 X-3的平方 加上根号 X-10的平方 这个等于多少 这个 因为X大于3 所以你要开根号 这有平方 这有根号 开根号出来以后 就要加几对值 加X-3 那加多少? 这开根号要出来 加绝对值 X-10 那这点多少? X大于3 所以去绝对值 不用加5号 X-3 X的话 小于10 所以去绝对值 要加5号 所以是 加10-X X消掉 所以答案是7 第二小题是7 X-3